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前奏的人 在国外的一档选秀节目上 眼前这位黑人小伙 自称自己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是世界上读书最快的天才 我最快的读者在世界上 我读了1679kg 2秒之内 于是在评委的期待下 他开始了展示 然后 太家评委看到后 瞬间无语了 跟评不行的大家 发出了一样不解的灵魂考问 验看小伙还在嘴硬 一位评委当场有了打死他的冲动 结果小伙还得坚持 I was fast I was I just read I can read fast Yahoo Yahoo Yahoo